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這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天氣狀況 據報天文台提醒下星期又有冷風殺 情況如何 提醒各位老友 尤其是老人要注意天氣有機會突變 另一邊亦講講經濟方面的狀況 據報扒王之王全線結業 說最後一間分店都已經關門了 最新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除了餐廳之外 連醫院都有經營困難 據報中大醫院要申請信念五年再還錢給政府 為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冷風下星期殺到 情人節一夜急跌9度 每天多區清涼 有一個區只剩11度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天文台表示 今天2月7日大智多雲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市區最高氣溫若磨23度 只望未來幾天大智多雲及有薄霧 星期日和星期一較為潮濕和幽霧 近日佔見回暖 但星期二2月14日情人節和日日一連兩日天氣 將會再下跌 星期三2月15日最低氣溫更加降至14度 當日早上的時分有多區更低於14度 包括屯門、沙田等5區是13度 上水大埔只剩12度 而打鼓嶺只剩11度 以上折落於HK01最新天氣狀況 天文台提醒下星期有機會再急跌 說說溫度 這幾天很暖 今天暖到出街的話 其實短暫三都或者可以 下星期短暫2月14日、2月15日時 氣溫有機會突然之間急跌 各位老友記、老人家 就要多加注意天氣狀況 到時我們會繼續把最新的天氣資訊送給各位 另外轉看另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最後一間分店在沙田結業 說的是扒王之王 原來還有便宜價牛扒姐妹店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扒王之王是不少80後和90後 港人的集體回憶 憑著抵食高側的鐵板牛扒風魔一時 連電影暖情告急也在扒王之王取景 昔日人氣鋸扒店也敵不過時代變遷 和越趨困難的經營環境 近日連扒王之王最後一間沙田分店也低調結業 這篇報導一起回憶一下扒王之王曾經的風光歲月 如果食客想懷免扒王之王的獨特風味 原來還剩下一間姐妹店仍然存在繼續營業 報導的內文提到 成功扒王之王標榜平民價錢吃到酒店級的質素 深受食客歡迎 集團風光時期開設不同品牌經營 有扒王你、扒出未來和山口尿你等等 直到2010年扒王之王被指食物和服務質素下滑的 飽受網民批評水準大不如淺 另外餐牌設計、裝環和衛生環境維持20多年不變 無法吸引年輕一代食客 昔日的風光最後凌為時代淘汰之物 話雖如此扒王之王始終秉承價平民 令一眾大眾能夠一常扒王鋸扒的體驗 最近有YouTuber到訪圍於沙田最後一間分店試味 扒王之王的整體被批評得體無懸敷 裝環不肯改變 但又未完全走伏古風 沒有特色 因此輕易被同行取締 食物方面牛扒不夠肉味和新鮮 並且存放在冰櫃時太久了 留下一陣酥味 特價牛扒餐質素更甚 肉質又老又乾明顯煮過火 周年連著肥膏吃的話口感依然像煙肉 廚師可能為了遮染肉質不新鮮而過度殺鹽 導致牛扒味道過咸 猶如德國豬手 不得不提的就是當年軍動一時的巴士阿叔事件 竟然和扒王之王都扒上關係 所謂你有壓力我有壓力 當年今日一句金句把巴士阿叔陳月東成為公眾焦點 在2006年4月27日陳月東在一格68號X巴士 指罵一名青年 事件被同車的乘客拍下了 並上傳到網上風傳 陳月東在巴士上狂鬧人的片段 在短時間內獲得多於700萬次的觀看次數 他本人亦被傳媒多次追蹤報道 事件更加引起外地傳媒關注並作廣泛報道 失業的陳月東憑今次事件獲跑王之王飲食集團創辦人 李德倫聘請他任職公關 但幾天過後就在工作地點他被三名男子圍毆 跑王之王老闆娘適應女星林真琦明顯對此不滿 甚至因此服用大量安眠藥要求把巴士阿叔解僱 李德倫在妻子勸姦之下終於把巴士阿叔解僱 早在扒王之和石果僅存的沙田門店未結業之時 集團已張貼新分店告示 宣傳位於旺角有一間叫扒王一哥 原來姐妹店在2020年疫情期間亦是開業 分店依然主打平價鋸扒 但相比扒王之王明顯有了解過顧客的需要 餐牌設計和食物都貼近時下潮流 不少食客表示分店扒王一哥性價比高 以親民價100元就能享用如此食物水準和環境 絕對是嘉年物美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說的是風光一時的扒王之王終於全線結業 說起來其實他的高峰時期差不多是2000年初 當時連巴士阿叔也曾經是他的公關代言人 結果發生了一系列的怪事 現在扒王之王最後一間沙田店都低調關門 不過不怕還有一間姐妹店原來不說不知 叫做扒王一哥 位置正正在旺角尼敦 若然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去到扒王一哥 懷面一下扒王之王以往的味道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新冠疫情陷入經營困難 中大醫院申請順延五年還錢 否則將會無法營運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新冠肺炎集港三年 重創本港私疫醫療機構 中大醫院早前在立法會申請順延五年 到2028年3月首次還款 並解釋因為疫情無法在啟用初期積極開拓客員 也難以在病人缺席之下兌現承諾 為指定數目的醫管局病人提供服務 中大醫院也說 新冠疫情對中大醫院的財政 更加構成極為負面影響 根據中大醫院的匯報 如果按照原定的還款時間表 未來十年現金流的預測狀況惡劣 那個現金結緣追會由2023年到2032年維持負席 其中在2027年會達至超過-20億的最低位 即中大醫院如不獲政府支持 將無法維持營運 話說中大醫院成立之初 其實是向政府借貸40億元以興建醫院 原本在今年3月開始還錢 不過醫務衛生局因此向立法會 申請批准調整貸款安排 將原本的貸款安排上年5年執行 到2028年3月才第一次還錢 再分十期每年還錢到2037年3月 會由中大醫院在15年間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取代支付 以上折落於HK01的報道 說醫院也沒有錢本來要還錢 說明借了40億 40億是來自港府 來自港府的稅收 大家要納稅的錢 結果現在退五年 五年過後 2028年才開始第一次還錢 另外一期間會產生利息 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取代支付 中大醫院說明 若然不遲些還錢 有機會是沒辦法經營的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